工厂也叫制造厂或工业场所 通过操作机器将产品加工成另一产品 它们是现代经济生产的重要部分 世界上大多数商品都是通过工厂制造或是加工而成 工厂最初历史始于工业革命时期 那时候的资本与需求开始加大 家庭手工业已跟不上生产效率 积蓄机器来代替人力 当时的大型仓库开始引进机器 包含用于装配线生产的重型设备 用机械劳动代替手工劳动 如今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是由工厂制造出来 它们可以生产产品的材料 也可以生产个别产品 其中大型产品像飞机、火箭、汽车等 组装起来就需要使用大片的土地面积 因此今天我们就来揭晓世界上五个最大的工厂 据说这些超大规模的工厂中的大规模制造 工厂面积甚至堪比一个国家哦 想知道这些工厂在哪里 就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世界之最 每周一晚上带你了解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排名 不想错过的话就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准备好了吗 排名马上开始 第五 贝尔维迪尔装配工厂 贝尔维迪尔装配厂占地面积为33万平方米 坐落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贝尔维迪尔 这是一家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汽车装配厂 目前隶属于跨国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 在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 该工厂生产过经典车款 克莱斯勒Newport和普利茅斯Series 也同时生产过到齐Neon直到2005年春天 在2006年后 贝尔维迪尔工厂进行大规模重组 如今主要生产吉普旗下的指南者爱国者车型 它是美国最现代化的汽车装配厂之一 百分之百使用机器组装车身 厂内共有780台机器 靠着一家工厂便有能力生产以及制造几种车型 可惜的是 虽然贝尔维迪尔工厂的员工人数 在2019年一度超过了5000人 但自疫情开始后 数款该工厂出产的车型销售停滞 加上受全球半导体短缺影响 今年3月份还曾经经历过一次为期两周的停工 这也让贝尔维迪尔工厂从去年开始就进行过多次裁员 如今已降至不足1500人 目前有消息指出 该工厂预计将在2024年开始进军生产如今正夯的电动汽车 希望能在该庞大的商机下分到一杯羹 第四波音艾弗雷特工厂 该工厂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艾弗雷特 占地面积为398000平方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主装工厂 同时这里也是波音747、767、777和787客机的出生地 如果你曾经乘搭或者看过波音747 就知道这家能承载400人的客机是有多大 所以要同时生产那么多架波音747 当然需要一座比这一家客机还要大的巨型工厂 若是要讲述这座工厂的历史 那可要回到1967年 当时的波音747客机项目才刚刚起步之时 波音公司魄力十足的掌门人艾伦 便看中了西雅图以北35公里的艾弗雷特 当时这里还是一片森林 艾弗雷特工厂的空间 足以装下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地标建筑 比如说范埃塞公、范蒂冈和一整个迪士尼乐园 由于工厂面积太大 为了减少通勤和走动的时间 厂房内备有1300辆自行车供员工使用 工厂里还配备了消防站、医疗点、咖啡厅和餐厅 玩入一个小型社区 足以满足成千上万员工的需求 这里也开放游客参观 但需遵守严格的规章制度 当然主要还是为了确保参观者的安全 目前该工厂已经停止生产747和787的客机 现在的重心主要放在体积较小的767和777客机 每天三班至轮休 工厂每次轮班设计1万名员工 第三 特斯拉工厂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奥斯廷的Giga Factory Texas 或称Giga Texas Tesla工厂 总面积达92万9千平方米 这座全新的工厂其实在今年2022年4月7日 才刚刚开幕并正式投入生产 目前也是特斯拉公司总部的所在地 特斯拉是美国一家电动车及能源公司 主要生产并销售电动车太阳能板等设备 特斯拉的灵魂人物艾伦·马斯克称 这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工厂 全面投产后也将成为美国产量最高的汽车工厂 预计在明年之前每年将生产至少50万辆汽车 除了Model Y轿车 明年Giga Texas也将投产万众瞩目的Cybertruck Pika 以及新版Roaster跑车和Tesla Semi 与特斯拉其他工厂的不同之处 Giga Texas是一个大型工厂 将所有制造业务都集中在一个屋檐下 包括一条新的电池生产线 这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Giga Texas新工厂 正在实现最高效率的生产中心 特斯拉公司的前景看起来十分强劲 因为随着气候变化的担忧和不断上涨的油价 电动车的需求正逐渐显著 目前已得知 特斯拉计划扩建这座超级工厂 扩建项目将在工厂旁边 1块27万5千平方米的土地上建造 不过目前这一项目仍处于审批程序之中 第二 现代汽车卫山工厂 位于韩国卫山的现代汽车工厂 占地面积505万平方米 是现代企业的主要汽车生产基地 目前主要生产微型轿车、轿车、SUV、货车和轻型商用车 年长量最高能达到150万辆 卫山工厂面积之所以如此庞大 实际上是由5个独立的工厂合成的区域 目前约有3.4万名工人 因此卫山工厂也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汽车城 拥有自身的消防局、医院和巡逻车等公共设施 开放供当地城市人民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该工厂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邻近就拥有可供3艘5万吨级船舶 同时靠岸的专用码头 每艘一次装载量约为6000辆车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为汽车做配件的工厂都集中在卫山 这让现代汽车的采购工作十分便利 也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 使产品在与其他国家汽车品牌竞争中占有优势 据汽车业界的消息 现代汽车公司或许将会在韩国卫山市附近 新建一座汽车工厂 以适应汽车产业的转型 打造世界级汽车工厂未来模式 新工厂将专注电动车型的研发和生产 但就不知道这座新工厂的规模和面积 是否能超越卫山工厂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第一 大众沃尔夫斯堡工厂 该工厂位于德国萨克森州沃尔夫斯堡 占地面积为650万平方米 它是大众汽车集团的全球总部 也是全球占地面积最大的工厂 大众沃尔夫斯堡工厂于1938年建成 目前主要生产的车型有 大众高尔夫、大众图观、大众图安等车款 凭着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方式 最高单日可出产约3500辆汽车 并面向全球200个国家销售 在如此庞大的工厂内 光是内部公路就已经长达70多公里 员工为了方便 选择以自行车的方式往来于不同的车间 而厂内更是富有一个专门的自行车维修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 沃尔夫斯堡汽车厂雇佣了该镇总人口 12万5000人中的48% 获约6万人 堪称一座运作中的城市 大众汽车工厂旁边的autostat汽车城 是以大众汽车诸多车型为特色的旅游景点 景区美观 同时开放给游客参观 据了解 近几年来 电动汽车一直是大众汽车的重点 该公司将在2025年初前 撤资4.6亿欧元 对其沃尔夫斯堡生产工厂进行改造 以及生产电动汽车 而长远目标则是打算投资20亿欧元 在离沃尔夫斯堡不远的地方 打造一座全新的工厂 主要用来开发新的电动车型 Trinity 以符合欧盟2035年全面禁售化石燃料车的新趋势 排名前五的企业工厂 相信都是你我熟悉的品牌 工厂规模是否间接反映了市场战犹豫大小 欢迎在底下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麻烦慢慢点赞和分享出去 世界之最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